作者 程九 后期 鬼不语 第307集 飞小柴虽然什么都没有说 可她的用意凤琪和纪云开都明白 只是他们两个都好好的 飞小柴一个半残疾的人蹦的什么 凭她那条半残的腿 真要是遇到什么 她也跑不动呀 别动 我去 纪云开一把拉住飞小柴 不容拒绝地道 飞小柴被狠拽了一把 险些跌倒 等她反应过来 纪云开已经上前了 飞小柴正想提醒一句 就见纪云开随手朝 自称燕北王府暗卫的那群人 撒了一把药粉 白色的药粉顺风飘散开来 躺在地上的人以肉眼所见的速度晕了过去 小师妹 纪云开可从来没有想过要凤旗做这些粗活 凤旗只要站在那里等他们就行了 可凤旗也不是吃软饭的呀 虽说纪云开没有叫她 可她还是上前了 将三方人马都检查了一遍 末了拍了拍手 指着两拨在一起的人马道 一拨是追杀我的人 一拨是北城的人 除非是死士 不然一般的暗卫身上或多或少都会有标记 以方便自己人相认 以免杀错人 毕竟暗卫是活在黑暗中的人 要没有一点身份标记 谁认识谁 就好比现在 燕北王府暗卫是来找凤旗的不错 可要是他们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 凤旗要如何相信他们 都是没有见过的人 没有一点信物 谁也不会傻得跟谁走 这些人倒真是燕北王府的暗卫 他先前就跟燕北王府的暗卫接触过 自然认得他们的凭证 且燕北王府暗卫的凭证 也不是什么秘密 有心人都能查到一二 哦 季云开应了一声 指着另两拨人道 迟一片刻 说道 那这些人都杀了 燕北王府的暗卫就留着吧 他们三个要杀出去 还真不是一般的难 有燕北王府的暗卫 多少能增加一点胜算 杀了 费小柴吃惊地问了一句 差点把季云开问傻了 不杀 留着干什么 这些人明显什么也不知道 就算留了活口 也问不出他们要用的东西 且凤奇真的不知道追杀他的人是谁吗 季云开不相信 凤奇这么聪明的人 怎么可能猜不到 且就算猜不到 也不需要在这些人身上找线索 老大 这么多人全杀了呀 他们根本没有反抗之力呀 费小柴一脸为难地看着凤奇 他不是没杀过人 见过血的除 可从来没有杀过 没有反抗能力的人 他真的下不了手 凤奇轻轻点头 没有一丝迟疑 他本就不是什么良善的人 怎么可能放过一路追杀他的人 我 费小柴咬咬牙 重重地点头 可等他提刀走到那两拨人身边 却怎么也下不了手 杀一群没有反抗能力的人 真的很有压力 有违他的武道 算了 我来吧 季云开见状 抽出匕首上前 人是他要杀的 费小柴下不了手 只能他自己来了 季云开见过血 但没有杀过人 不过凡事都有第一次 也必须要有第一次 他很清楚 这是他成长的必经之路 这个世界不是他熟悉的 那个法治健全的世界 他要成长 他要不再做 萧九弯手中听话的玩偶 就得适应这个世界的规则 就得积极进取 而不是像先前那般得过且过 然后 被萧九弯逼得吐血 自残 才能获得短暂的自由 可是 杀人这种事说起来容易 做起却不是一般的难 尤其是第一次 你要是克服不了内心的障碍 你根本下不了刀 季云开可以理智地告诉费小柴 这些人该死 都该杀了 他们不死 死的就有可能是他们 可真要动手 心里不免有几分不安 毕竟是一条命啊 且这些人毫无反击之力 他就是不杀他们 这些人也没有办法给他们添麻烦 可凡事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万一他们当中有一个人醒了 然后把消息送出去了 提前暴露了他们的行踪 他们怎么办呢 万一追杀凤奇的人找到了这里 发现还有活口 提前知道他们还有战斗力 怎么办呢 他不能心软 这些人该死 季云开上前 抬手 提刀 可在落下的瞬间又迟疑了 手中的刀也在半空中顿住了 眼中闪过一抹痛苦与挣扎 第一次杀人 杀一群毫无反击之力的人 是对心灵的考验 毕竟他不是什么杀人狂魔 费小柴张嘴想要劝说 却被凤奇拉住了 凤奇朝费小柴摇了摇头 让他不要管 对他这样的人来说 下令杀人以及亲手动手杀人 都是成长的过程 处在他们这个阶层的人 想要双手干干净净不染血 几乎是不可能 因为你不杀人 人就会杀你 这一点季云开也清楚 正是因为清楚 他在逼自己动手 才拿这些人使刀 迟疑 犹豫只是片刻 做好心理准备后 季云开没有再迟疑 握紧匕首 稳稳落下 扑的一声 刀划过脖梗 血溅了出来 但却喷得不高 季云开睁大眼睛看着 眼中有不安 但却没有迷茫 他只是普通人 他无力改变大环境 只能适应环境 他无力逃脱权力斗争 他只能逼自己成长 让任何人 包括萧九安在内的任何人 都不能再摆布他的命运 杀第一个人 需要克服心理障碍 而杀第二个就不需要 当杀到第三个人时 季云开已经麻木了 这是一个人命如草芥的年代 多余的慈悲与善良 只会害死自己 他可以善良 可以慈悲 但绝不会把慈悲与善良 浪费在这些杀人机器身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